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下什么是电机 电机呢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来实现能量转换 或者是信号传递的电器设备或机电元件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于电磁感应是它的原理理论 那么能量转换呢就是对应的就是电器设备 信号传递呢是属于原件使用的 那么对于研究的电机 我们这门课呢就是电机学 什么是电机学 电机学就是阐述电机基本理论的教课书 然后我们讲为什么要学这门课程 从两个方面就可以足以说明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了 那么首先电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应用 例如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我们举例子 发电厂 发电厂里面有变压器 变压器呢是输胚电的关键设备 有同步发电机 发电机呢是电力系统的电源 那么一部电动机 是旋转机器的拖动设备 或者是拖动电器 那么在某一些场合呢 直流电机也起着关键的作用 比方说发电机的例子机 就是直流电机 这个电力系统呢 显然与电机 这个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电机在工厂里面应用 例子是比较多的 工厂里面扯床 洗床 抱床 磨床 鼓 呼 这些机床的原动机 可以说都是 这个电动机来拖动的 另外交通运输里面 交通运输里面呢 这个像无微电车 电力机车 它的原动机呢 就是用了绝大多数都用了串例的直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 当然也有用其他的变频电动机啊 自旋服的直线电动机啊等等 那么农村里面抽水机 抹面机 洗衣机 这个这个抹面机 抽水机 脱离机 这些啊 原动机呢 一般也用电动机来实现 国防上啊 自动化 那么这个自动化的系统 比如说我们举例子 国防啊 这个雷达天线的自动控制系统里面 就用了 许须多多的 叫做控制电机的电机 来实现啊 这个 这个信号传递 也就是执行命令啊 进行工作的啊 此外 还有实质油砍弹 文教医疗 家用电器等等 这里边都使用了啊 很多的电机 没有这些电机达不到啊 教书育人的目的啊 达不到这个啊 这个这个这个石油砍弹的目的 那么 日常生活中的家用电器呢 也处处离不开 使用电机 那么比方说 啊 吸衣机啊 空调啊 啊 当然电风扇很直接的 那么这些都是啊 基本上都是使用的单向 一部电动机 为什么要用单向的 一部电动机呢 等我们学单向电机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那么第二点呢 我们说本课程啊 与其他课程的紧密联系啊 也说明了我们学习电机学的重要性 那么对于电力系统自动化的啊 这些技术人员来说 必然要从事电力系统稳定性的研究 那么就首先要了解各种电器设备的特性了 那么对于从事电器工程自动化专业的技术人员 要搞清楚啊 所控制的对象啊 包括各类电动机的特性 那么才能搞好自动控制的问题 也就说你不了解控制的对象 你也搞不好控制的 那么然后呢 我们说明一下 这门课都讲些什么内容 我说呢 电机学的内容啊 不外乎这八个字 就是原理 节奏 特性 和应用 那么不管什么样的电机 我们总要搞清楚 他呀 能量转换 或者性格传递的原理是什么 在讲原理的同时 必然会牵着到结构的问题 啊 还有他的 特性 特性质量的问题 性能 特点 那么 还有呢 就是电机本身要应用它 包括实验 包括在 这个生产实际当中 要把电动机启动起来 要改变发电机的 输出的电样 对电动机启动了以后 怎么样去调速 改变转速的大小 还有 怎么样 自动 这些都是生产实际当中 特别有用的 这个技术知识 所以我概括为 电机的内容呢 就是学好 某一种电机的原理 结构 特性 和应用 那么 那么 那么但是电机的种类啊 非常多 经典的电机学啊 就是选择了四种典型的点机 这四种典型的点机 就是直流电机 变压器 一部电机 和同步电机 那么顺便我们介绍一下电机的类型 电机的类型呢 是按照 不同的分类方法 来给电机进行分类的 如果 按照原理来分类的话 原理 可以把它分为 直流电机 交流电机 交流电机呢 包括一部电机 同步电机和变压器 那么 从这个发电机 电动机 变压器的角度来分类 是按照原理的能量转换来分类 也就是发电机 它是机械能 转换为电能 那么如果机械能 转换为直流电能的 就是直流发电机 如果机械能 转换为交流电能的 就是交流发电机 电力系统广泛应用的 是同步发电机 那么电动机 它是将 电能转换为机械能 如果是交流电能转换的 那就是交流电动机 直流电能转换的 就是直流电动机 而变压器啊 它是一种 电压形式的电能 转换为另一种 电压形式的电能 这是电能形式的转换 是变压器 是一种静止电机 发电机电动机啊 它是一种旋转电机 那么也就是按运动方式来分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旋转电机 包括发电机 电动机 也包括直流的电机 交流的电机 都属于这个旋转电机 而变压器呢 是一种静止电机 那么运动方式 除了旋转电机之外 静止电机之外 还有一个呢 就是直线电动机 也就是 它在工作的时候 是直线运动的 它的次级 或者这个 这个初级不动的话呢 次级在动 那么次级不动的话 初级在动 这是直线运动的 我们就叫做直线电机 也就让用这种 运动方式来分的话 把它分为 旋转电机 静止电机 和直线电机 此外 还有使用场合 比如说高空用的电机 潜水电机 等等吧 高速电机 低速电机 包括这个三项电机 单项电机 等等来分类 实际上啊 对于旋转电机来讲 某一台电机 结构上不做任何改变 可以作为发电机 运行 也可以作为电动机 运行 这呢就是 电机的可逆性原理 也就是电机呢 它是可逆的 但是在实用的时候 设计上的需要 设计指标的一些定额 那么一般规定 这个发电机 那就做发电机 电动机 就做电动机用 但是 电动机在工作的时候 也伴随着有发电机状态 自动状态 那这些呢 也就是电机的可逆性的问题 第四个大问题 我们说一下电机学的特点 和它的学习方法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课 首先要讲它的 为什么要学 还有呢 就是学什么 刚才这个问题讲完了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如何学 如何学 那么就要掌握电机学 它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电机学这门课的特点呢 应该这么说 就是电机学这门课 是研究电机基本理论的教科书 它是电器 自动化学科的一门 重要的基础课 它属于呢 所谓的四电之一 过去呢 这个电器工程学呢 要学好三电 现在要加上四电 就是计算机 电子计算机 这三电 我们是这么说的 就是电路 电路就是过去的电工基础 还有呢 电子学 就是现在的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技术 这个是电子学 第二电 第三电 就是我们的电机学 那么现在又加了电子计算机 这四个电学好之后 那么电器学院的一些专业课 就可以学好了 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这门课的学习方法呢 要考虑它的一些特点 那么也就是电机学呢 它是一门 既在基础性 又在专业性的一门课程 它呢 具有承上 其下的作用 基础性的课程又怎么样呢 我们回忆一下 像过去的高等数学呀 物理呀 电路等等 这些课程 就属于基础理论课 这些基础理论课呀 它的逻辑性比较强 条件的比较单纯 而专业课呀 不是这样的 专业课所遇到的 却是综合性的问题 它考虑的因素呢 是比较复杂的 它要考虑到的工艺 标准 经济 等等 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 非常实际的问题 也就是专业课 那么我们这门课呢 是既有基础课的性质 又有专业课的性质 那么专业课的性质 在这儿怎么体现呢 我的理解呢 是这样 电机学当中呢 它有 有时候我们做完题了 你会发现 怎么这个题目 多给了一些条件 这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在处理 实际问题的时候 也就是专业课的问题 时候 这个周围的条件 就非常多 条件不单纯 就专业课条件不单纯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举个例子 我们有些数据啊 要从差区限得到 或者是通过这个区限 写出来的啊 写出来的啊 使用的公式 从实用公式 经验公式得到 那么这个呢 就是啊 这门课 有专业课的 这个特点 表现 还有 我们掌握了 这门课的学习特点 怎么样去学习它 我想给大家介绍 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说呀 电机本身的运行啊 它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稳态运行 一个是站态运行 但是电机学说 所讨论的问题呢 往往是 稳态为主 站态为复 啊 稳态 比如说 比方说 这个转速 它是常数 啊 电机在工作的时候 电流啊 应该 啊 是个定值了 电压定值 但是它也改变了 改变了以后 我还要看 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稳态 那么其次 还有站态的问题 站态呢 表现在 比方说 电动机的启动 调速 制动 这个过程里边 啊 就是站态的过程 还有 对于 电机的 实际的理论呢 应该说 它是 啊 这个电磁场的理论 这个电磁场的分析啊 比较复杂 麻烦 所以经典的电机学啊 这个理论呢 它是把场的问题 画成路 啊 简化 等向为路的问题了 大家知道 电机 是由 电磁感应 啊 原理得到的 既然电磁感应 原理得到呢 那么在 这个电机的结构上 就肯定有 啊 导电的 饶阻 就是充当电路 还有导磁的磁路 是充当磁路的 那么 但是电路和磁路的分析啊 还是有点麻烦 那么我们能不能 转化为单一的电路问题 回答还是可以的 那么 也就说 我们可以把电路和磁路 因为磁是非线性的 电路和磁路的 非线性的问题 转化为 啊 等效为 单一的 等效电路 那么这是电机学 分析的一个共性 每一个电机 都有 它 所对应的 电路 等效电路 那么有了等效电路 我们就可以 画出来 它 把列出来 它对应的方程式 画出来 它对应的向量图 当然 向量图是交流电机有 直流电机没有 就说 交流电机 分析方法就是 等效电路 方程式 向量图 直流电机 只是等效电路 方程式 那么对于交流电路的 等效电路 方程式 向量图 实际上 这三者 我们学过的电路 就应该知道 这三者是一致的 直流的其中之一 可以推导另外两个 但是 有所侧重 有的电机 侧重于等效电路 有的电机 侧重于向量图 当然 这里边的方程式 在等效电路上 看到的方程式是 电式平衡方程式 电流平衡方程式 与电流平衡的 还有一个 对应的 就是磁式平衡方程式 那么另外 我要强调的 电机的工艺平衡 和转机平衡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此外 对于比较深入的电机理论 当然我们这本书 也要用到这个概念 也就是斜波分析法 和对称分量法 等等 这些基本 这个工具 来分析 非正弦时的 这个电机的一些 电子过程 那么对称分量法 是分析什么呢 是分析 三项不对称运行时的 有效的工具 这个通过上面的讲述 实际上也是电机学的 一个学习的方法的 一个总结 也就是我认为 要学好电机学 要掌握电机知识的共性 这些方程式 等效电路 这个就属于它的共性 还有旋转电机有转机平衡 静止电机没有了 其他都有电视平衡 功率平衡 辞职平衡 等等 那么这些呢 就是电机的共性 一定要掌握的 那么 我们刚才讲过 电机学啊 要学好八个字 这八个字呢 就是原理 结构 结构 特性 和用用 我现在先说呀 这个原理的共性是什么 原理的共性呢 实际上 我在这说了 不管多么复杂的电机 多么简单的电机 它的旋转电机啊 总是 它的原理啊 总是基于 两个物理关系式之上 这两个物理关系是 可以这么描述 这个我们就叫做 切割电式 叫电磁感应定力的一种 特殊形式 这也是电磁感应定力的 一种形式 但是旋转电机呢 我们就用这种形式 怎么描述呢 L长的导体 以V的速度 切割B 所对应的磁力线 那么这根导体 当然是有效长度 两端就感应了电视 电视的大小 正比比LV的成绩 但是它的方向 我们是用右手定则判断的 右手定则判断的 那么此外 这个有一个电磁力定力 有时候讲电机原理 特别是电动机的时候 那么要用电磁力定力 当然发电机也要用到电磁力 就是无论发电机电动机 这两个故事都是存在的 那么这叫电磁力定力 怎么说 我们说是L长的导体 带了I这么大的电磁力 在这个B所对应的磁场下 这个L有有效长度 这根导体就受到了电磁力的作用 电磁力的大小 正比比Li 判断这个力的方向 是用左手定则判断 这就是我们说旋转电机 要用的这两个公式 也叫定力 我们在电机里边 把这叫电磁感应定力 这个呢 叫电磁力定力 我说这是有共性的 任何强战电机 这两个式子都可以用一下 都可以用的 这是讲原力手用 那么右手定则和左手定则 实际上也是有共性的 我们中学学过了 我来说 扶起一下 这个右手呢 是伸出来右手 大摩支和四个支头 保持一个平面 并且垂直 认为是垂直的 次力线垂直通过手心 这个左手也是这样啊 大摩支和四个支头 是保持一个平面 并且要保持垂直 次力线垂直通过手心 这是共性 共性还有 我们伸出来左手右手 这个右手的四个支头 指向的是电势的方向 简称电的方向 大摩支指向的切克次力线 是动的方向 运动的方向 而左手呢也是 左手定在那里边的 四个支头指向是电流的方向 简称电的方向 电 而大摩支也是 受力的方向 就是受到的电次力的方向 也是运动的方向 所以你看 四个支头是电的方向 四个支头电的方向 两个大摩支都是运动方向 可是 它的个性在什么地方 共性有了 你要 考虑它的个性 这个问题就迎刃二减了 你看 个性 右手定则四个支头是电视的方向 不是电流 而左手定则的四个支头 指向是电流的方向 不是电视 左手是电流四个支头 而大摩支呢 是右手定则 是一支的切克次力线的方向 而左手的大摩支呢 是被判断的 受到的电磁力的方向 后边这 讲的就是它的个性 那么这是 左手定则和右手定则的问题 给大家复习一下 这都是初中讲过的物理知识 那么另外对于变压器来讲 我们用的是这个公式 实际上这个呢 就是发拉第电磁感应定理 就原始公式 E等于负的 dψ dt得到的 因为这个N呢 是扰足 这个贴心上扰足 扰的多少杂数 这个总的杂数 那么因为这个N杂呀 全部被这个刺通呢 杂链了 所以这个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这个词链不赛 就等于N乘以φ N是常数可以提出来 就是负的N乘以 刺通对实践的变化率 这就是变压器用的电视表达式 这个电视的损失指示表达式 那么说明了电视的大小 正比于杂数和磁通 对实践的变化率的成低成正比 它的方向 用右手螺旋顶着判断 这是我们讲的原理啊 这些电机的原理就基于这几个公式之上 那么结构上也是有共性的 那么因为电机是电磁感应的产物 所以结构主要部分就是电磁部分 电磁部分和机械部分 第一个字去第一个字就构成了电机 在结构里边电磁部分是核心 它包括饶阻和贴心 饶阻的作用当然是导通电路的作用 我们通常就叫做线圈 那么贴心呢 一般是由薄的硅钢片叠压二成的 主要是为了减少 那握流松耗和磁质松耗 它呢就是导磁的作用 导磁的作用 而机械部分总要把电磁部分支撑起来 所以它作用就是支撑的作用 那么这是它的共性 我们举八个字 前面四个字讲过了 另外我们要学习 这门课 我提醒在座的每一位同学 我们要重视各个环节 就是学习每一门课当中的各个环节 首先要保证听课 要听课的质量要保证 要精力饱满 不能听课打瞌睡 还有呢 就是作业一定要即时完成 作业要即时完成 那么如果要做实验 那么要完成实验报告 要做好实验 提高实验质量 也就是最终 提高我们的操作技能 那么做实验 要做报告的 做报告的 那么此外 还有辅导大一 辅导大一 我们网络上有大一课 我在这儿举个例子 我们在作业当中 我提个要求 比方说 有一个题目 让球变压起负边的电视 一二 一呢就是电视 二呢就是负边的电视 它等于多少 这个题目的条件 我不写了 简单的说明一下 那么这时候呢 你就需要 把这个公式呢写出来 那么节 一二 这个公式是这样写的 就是书上的公式 是4.44FN2BMA 分别表示呢 常数 F是频率 这是负边饶足的打数 这是磁动密度 这是贴心柱里边的磁动密度 这是节面积 这个贴心柱的节面积 我们有些呢 量啊是直接G的 有些是间接G的 然后带到这个公式里边 当然这个公式要用对 然后第二个等号 要写出来 对号入座 把这个数字带入 F是50赫兹 带入50 N2 这个题目是1600法 带入 乘 这是乘号 然后BM呢是 9000高斯 但是这个单位呢 在公式里边 单位应该是 国际单位 应该是特斯拉 一特斯拉 等于10的负4次方高斯 那么要乘上10的负4次方 负4次方 这是负8 因为这个节面积啊 这个题目上给的是0.5平方厘米 1平方米等于10的4次方 平方厘米 所以我们也要乘上10的负4次方 两个10的负4次方 那么负8次方 那么这就是公式 注意公式就是公式 不是40啊 就是大家都能用的 这个单位 有的书上啊 就写了乘的10的负8次方 那是有条件的 就是这个是高斯 平方厘米就是乘上10的负8次方 这不对的 因为这是国际单位 就是这是 特斯拉 这是平方米的时候 那么这是多少负 因此 这个你带的是特斯拉 就不要乘上10的负4次方了 平方厘米 也不要乘上负4次方了 所以我们这个单位 环算 应该在带入数字的时候 同时进行 然后我们最后就得出来结果 不必要中间再有等号 那我写了15.984伏 在这我要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说明一下 第一点 我们计算题目里面 要计算的位置量 你呢 必须要写三个等号 这第一个等号 就是符号表达式 这些公式 第二个就是对号入座的数字表达式 第三个等号 就是结论的 中小学中间还要等 我们大学了就不要再等了 就直接写出来 直接写出来 写出来以后 就不要再回答了 答 变压器负贬的点是12等于15.984伏 不用了 大学的老师主要是看你的这个式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公式带的 对不对 结果对不对 就够了 这样可以给大家省时间了 那么对于这个第二点我要说明的是 就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结果 结果一定要有单位 一定要单位 比方说 你用千伏来表示是0.015.984千伏 那么这个是千伏吗 不是 所以我们要合理的使用单位 如果用千伏表示0.0 这个不太好 我们应该怎么样了 就是大一千 才用千伏 就是开位 我们不大一千 没有到一千的话 就是用伏 那么0.几伏的话 就用毫伏比较好 那么在这儿 我们要合理的使用单位 那比方说 有要求功力 多少瓦 大于千的时候 他用千瓦 大于兆的用兆瓦 要合理的用单位 你不能说 大于兆瓦了 你还后边加了多少瓦 这就很不合适 这是第二点 我要说明的就是单位 第三点就是结果 结果要保留五位优效数字 这五位优效数字呢 我们在中大学都学过 中学高中都学过优效数字 不再讲 大学的不再讲 工程上绝对不能讲 这个写这个 小数点 后边保留几位有效数字 不是这个意思了 一定要满足有效数字 还有 这个 我们这个结果啊 这个大学的学习 一定要掌握这一点 就是工程上的东西 不能写分数 不能写指数 不能写根号 只能用小数来表写 这是工程上的问题 我希望大家要重视这一点 做作业的时候 务必注意 这个学习这门课呀 希望同学们 要勤于自好 善于推理 还要理论联系时期 这门课程与实践呢 要紧密结合 才能取到 这个 才能取得呀 这个 失败 功倍的效果 我们这次课呢 这一节课呢 先讲到这 好 下课 下课